你们是干什么的 大理寺办案 速速闪开 大理寺又怎么样 我们公少不发话 谁也不准进去打扰 不是打扰 是搜查 上 我代表中处长最后警告你们一次 再感无事命令就交出证件和配枪滚蛋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们走 你想干什么 这个资格够吗 你被辞退了 滚蛋吧 你们闪开 让公云海出来 你们胆胆强闯公家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龚云海给你们开多少工资啊 你们拼着把老底坐穿的风险 跟大理寺公职人员火拼 值得吗 把他们赶走 我就不信 有人敢在公少门口闹事 谁再敢放肆 我会将其视为南都银行一案的同案犯 你们跟我进去搜查 谁敢抗命 交出配枪和证件滚蛋 在我龚云海的地盘闹事 你们好大的胆子 赶在我门口撒野 还赶上我的护卫 你们大理寺真当我是尼捏的吗 这是南都大理寺新任的行动处处长钟楚希 今天的所有行动都是由钟处长主导 我劝过钟处长不要这么激进 可是劝不住 哼 哪蹦出来个钟处长 很有种吗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不管这是什么地方 我都要搜 小妮子我劝你赶紧离开 不然 敢当着本少的面杀人 先不信我今天就是宰了你 你们部长也说不出半个不字 你这么有本事 倒是来杀啊 好 你有种 杀 龚云海 你想暴力抗法吗 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 不是什么人都能在我这里撒野的 区区一个画镜巅峰 口气都这么大 就这点本事 也敢这么嚣张 谁灌出来的毛病 你是玄境 哼 玄境又怎么样 我们公家玄境多的是 本少也很快会是玄境 废话真多 靠了 严处长 你靠了 我会把这笔账算到他们头上 我要让他们跪下 给我把手铐解开 你们太放肆了 都活得不耐烦了 马上放开公哨 听到没有 不然信不信我让大理寺开除了你 敢打我 信不信我让人罢了你的职务 公然袭击大理寺公职人员 你还有理了 你要真有那个本事 就让人罢免我呀 跟我进去搜查 你们要是能从本少家里搜出赃物 本少不但不追究你们 还给你们送锦旗 要是搜不出来赃物 哼哼 你们就跪着给本少爬出来 没想到那些匪徒 竟然把一部分赃物藏在了咱们庄园下面 难道他们费那么大劲 抢了南都银行 就是为了栽赃咱们公哨 也可能他们就是单纯把东西藏在这里 毕竟公哨的地盘 不是谁想搜就敢随便搜的 可惜他们人算不如天算 谁知道大理寺刚来的行动处处长这么虎 不但敢搜 还敢控制公哨 哼 还好公哨及时得到了消息 让咱们把赃物带了出来 不然公哨这次 可就真的是黄泥掉进裤裆 不是屎也是屎了 谁说不是啊 嗯 你是什么人 中都的战刀果然也在这里 看来是有人在诬陷公云海 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公断士 竟然又是一枚血丹 你小孩真是好造化 这么快又得到一颗血丹 赶紧服了呀 还等什么 钻取青多年气血凝聚的血丹 我实在是觉得心里合影 这练都已经练出来了 你服了血丹 再灭了血刀门 给那些死者报仇 也足备他们在天之灵了 难道你要扔掉血丹 或者是再让血丹落入血刀门手中 让他们提升修为 然后害死更多的人吗 再让我想想吧 中处长 找到脏物了吗 我现在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控造你 聚重吸食违禁药品 我不知道啊 难道我的客人里有人做这种事 你尽管把人带走处理 我绝不白舍 我还在楼上 发现两个昏迷不醒的少女 一次对下药 哼 中处长 方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 人家失眠多日痛苦不堪 服用了治疗失眠的药物 睡着了不可以吗 中处长 你说的脏物找到了吗 假如没有 我可要告你无限了 龚云海 你别得意 不要打岔 到底有没有找到 你要是没找到 接下来可就轮到我追究你们的责任了 想要脏物 这不是吗 你还有什么话说 有人陷害我 有人陷害我 这些话 你留着到了大理寺再解释吧 你的手铐 恐怕没机会摘下了 中处长 我请命押送龚绍 赴龚云海回大理寺 你能确保万无一失吗 我保证 一定万无一失的 把龚云海押回大理寺 好 那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你就不怕他把龚云海放了 那就证明 龚云海心虚 说明南都银行的案子 真的跟他有关系 中处长英明啊 咱们不走吗 我要继续搜 我总觉得 这里不只是查出来的那么简单 龚绍 对不起 我应该提前知会您的 我没想到 那个姓钟的真的感动你 没想到 你还没想到什么 没想到脏物真的会在我那里 没想到我竟然会是 南都银行一案的幕后主使 你是猪吗 没看出 本少是被人栽赃陷害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龚绍是被人陷害的 那你是什么意思 那个小子是吃烟气贫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故意要看我笑话是不是 我怎么可能那样 我只是没想到 他会跟龚绍您动手 没想到没想到 你就只会说一句没想到吗 什么都想不到 我每年给你那么多钱 还不如拿去喂狗 咳咳咳 有话说有屁方 可什么可 龚绍 我找到那些东西 让人搬出去的时候 打开看了一眼 后来那小子拖回来的三个箱子 最小的那个箱子里的东西 明显不够 你是说 那个姓楚的 私藏了赃物 说 少了什么 少了一把刀 还有一颗很奇怪的红色珠子 什么样的刀 是不是这把刀 嗯 对 就是这把刀 错过了 没想到就这么错过了 这就好办了 得罪本少的人 全都要死 我觉得陷害你的人 大概率是龚盖士和龚云义 用脚趾头也能想得到是他们 要不是老头子还睁着眼 我早就把这两个砸碎干死了 两个loser 在老头子面前表现 他们表现不过我 干试验他们干不过我 就连泡妞 也只有在我屁股后面吃灰的份 还想跟我叫板 我有要紧事 得离开一趟 可以 不过得请龚少给我一个开脱的借口 这个好说 那你得受苦了 中处长 龚云海逃脱了 哼 好的好 龚云海为罪钱逃罪加益的 害人通缉 处长 别墅里里外外翻了一遍 除了一些违禁品 和几个被迷晕的女孩子之外 还在地下室找到了几个 被私自囚禁的男女 他们都是因为商场竞争 或者私人恩怨 被龚云海关进来的 简直岂有此理 我一定要拿它法办 父亲 龚云海来了 有圣鸟出现在东境 现在中州古墓中 又出现了圣刀 圣起现实 难道预示着 我不死足的崛起之日到了吗 父亲 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 跟我去见见那个龚云海吧 龚先生 你好 尊敬的龚爵大人 您好 龚先生 你觉得我们不死足怎么样 不死足是一个高贵神奇的种族 你不觉得我们是见不得光的怪物吗 那都是世俗人狭隘的看法 单单就不死足漫长的寿命 就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 这可是传说中神灵才有的殊荣啊 看来龚先生对我们不死足很推崇嘛 一直都很推崇 龚先生来找我是已经做出了决定吗 对 我已经决定 效忠龚爵大人永不背叛 誓言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 龚先生不会这么幼稚吧 那龚爵怎么才可以相信我 当然是龚先生 你也成为我们不死足一员 然后和我递接血世 龚先生不是对我们不死足很推崇吗 难道刚刚都是违心之言 其实 在龚先生的心里 还是看不起我们不死足的 对不对 龚爵大人误会了 假如真能成为不死足一员 那当然是无上的殊荣 可我还得为龚爵办事 龚爵需要有一些 能在阳光下行走的人 为您效劳 假如我也变成不死足一员 岂不是失去了为您效劳的价值 不错 你说服了我 你比你父亲实实物 哼 他老人家年纪大了 迂腐了一些 我父亲自从上次那上发作 就一天不如一天 现在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 我应该很快就可以掌控龚家 更好地为龚爵效劳 我相信 你一定会庆幸自己今天的决定 我让你留意的事情 你办得怎么样了 已经有眉目了 不然我也不敢来见龚爵 我知道 圣刀现在在谁的手里 你去给我把圣刀拿来 我重重有赏 这也是我来找龚爵的目的原因之一 我害怕自己的实力不够 怕耽误了龚爵的事情 所以想向龚爵讨点人手 可以 我会派一些人手给你 同时让他们帮助你 做到龚家家主的位子 就当是对你实实物的奖赏 多谢龚爵大人 父亲 事关圣刀 还是我亲自带人去吧 阿福 你带彩威一起去吧 我们不死足 不能见阳光 你知道该怎么安排吧 龚爵放心 我一定会安排好 楚先生 您好 我们家少爷 想邀请您喝早茶 你们家少爷是什么人啊 龚云议 龚云议和龚带士 做出这样的事情 现在又来找我喝茶 我倒要看看 你们玩的哪一处 走吧 带路